晚安 欢迎加入新闻夜现场 我是王运竹 晚间最新带你来关心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不少医院又再度出现了院内的群聚感染 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和平院区 被平面媒体报道 内科的加护病房内的护理师 疑似没有确实交班 造成了多名的护理师染疫 那么目前扩大裁减69人 已经发现5个人确诊 那么对此院方回忆 确诊个案都在低传染力的期间就被发现 现在后续已经有请单位检讨 并且要落实交班 在今天本土个案新增了23102例 那么其中在中重症的部分 已经新增了25例 那么在这其中7例重症当中 有5例死亡 都是没有打疫苗的高龄长者 那么最近确诊者也已经越来越多 被通知为密切接触者的民众 到底应该要在什么时候 做快筛最准呢 现在指挥官陈时中也以自己 接触了确诊媒体记者的经验为例 他强调我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就来做 建议是在所谓接触的一天以上三天以内 不过呢 筛出阳性如果躲在家中不去做PCR 刻意隐秘被发现 仍然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开访 疫情升温 医护人员忙翻了 丹宁直击医院户外急诊区 其中分成了一般急诊的民众 还有PCR区 另外还有有症状的问诊区 医护人员来回奔波每天都要裁减超过200位民众 这阳性率也高达了7成 现在让不少的医护感叹 每天上锅超过了10个小时 真的是不敢回家 只能睡宿舍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除了到这个新增开的车来宿筛检站做视察之外 现在也到医院的急诊门诊 看一下基层的状况 虽然北市强调总量能有3万绝对是足够 但若是以北市的确诊人数 阳性率回推这个筛检数 公费的筛检量 未来恐怕还是不大够 疫情持续延烧 在立法院也再度爆出有立委确诊 就在下午时间 这立委林静怡 她在脸书证实自己确诊了 表示咳嗽 有谈到医院做检查 PCR之后结果是阳性 那么这周跟下周的活动 已经都取消 将会隔离10天 不过其实在林静怡确诊的前3个小时 立委蔡适应也染疫了 PCR也是阳性确诊 目前在家居隔离当中 那立法院随后也立刻进行大清销 现在立委共累计3个人确诊 疫情升温更烧进了总统府 从上个月22号到5月3号 总统府内已经有29名的宪兵确诊 那府内的宪兵 立足于宪兵211营 有天下第一营之称 不过营区比较小 活动空间也窄 前退伍士官就说 上哨过程都会经过其他连队 那么接触到的几率蛮大的 很难彻底隔绝病毒 不过好在 无论是府内 府外宪兵 跟总统副总统 都会保持一定距离 新竹6军团 两栋六旅 三名新兵因为心训不幸染疫 不过他们现在控诉 军方处理方式让他们很生气 因为有症状的新兵入营 甚至先答应他们可以快筛 但筛出阳性后 却被骂说 怎么在营区内快筛呢 对此军方没有正面回忆 只说如果有人确诊 一切会按照规定处理 近期不少民众困山羊之后 会直冲急诊做裁剪 严重了排挤掉中重症的医疗需求 那么在新北市 有一个爸妈带着一岁小朋友 到急诊室 胡等了近一个小时 结果看诊后才发现病情严重 那么其实确诊 如果属于了轻症 能够透过视讯诊疗来对症下药 不过也要留意是 是不是有这个警讯表层出现 紧急的话 还是要立刻联络医院送医治疗 新北市一名C先生 向三地新闻来投诉 说五岁的儿子在上个月 25号时幼儿园通知说 小朋友身体并不舒服 因此隔天医院PCR 检测是阳性确诊 接下来包含了 爸爸还有妈妈 两个大人也陆续确诊 但当时在做居家隔离 事隔一个礼拜之后 小朋友知道了 三号时都还没有收到 确诊的隔离通知 这家长询问地方卫生所 还发现是查无此案 我们询问了 新北市卫生局得到回复 这南童户基地的北市府 还没有把资料给转过来 这也显示 地方处理的人力严重不足 中国的本土疫情 上海依旧是重灾区 那么当地最新通报 确诊数274例 由于确诊者过多 通报时间有落差 出现了不少阴阳报告 不过最近在推特上 就流出了一段影片 当地民警强行闯入到居民家中 要把人带去隔离 连门都被踹破 相当的恐怖 也引起了网友热议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持续发动猛烈的攻击 更锁定了马力波的钢铁厂 进行陆海空三方的轰击 原本要进行钢铁厂 平民的撤离任务 现在更是难上加难 而乌克战至今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透露 已经有多达110万的平民 被俄军强行带到了俄国的境内 那么其中至少是有20万人 都是儿童 在基辅的近郊 布查和伊尔平 平民死伤无数 那么光是布查 具有多达31名的儿童 死于恶军的枪下 平民也成为这场战争 最无辜的受害者 那来看我们的独家消息 投资钻石怎么会血本无归 在高雄这间横耀国际精品公司 5年前他们招揽会员 宣称说可以用8折价买钻石 帮你保管还帮你销售 每年还可以获得年利率18%的礼券 那么之后公司会回购钻石 保证会还本 5年来吸金高达2.2亿 现在有被害人指出 这投资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 这个钻石的食品 也没拿过利润 甚至被诱骗你二度加码 可以帮你缴带款 检调现在发动搜索 包含两名主席遭到收押 而公司负责人以5万元交报 又是松鼠惹祸祸了 在晚间6点多 台南安定中文工业区 突然发生停电 这台电人员货报后 紧急派员抢修 巡视检修时发现 是一只松鼠碰触了配电线路 导致便电所溃线跳脱 影响了包括安定中沙里 风华里等一带 共308户停电 而经过台电派员抢修之后 在一个小时内 已经全输赴电 在高雄市四围路的社会局长 请综合服务中心 这个3号上午9点多 有一颗疑似有核根病的橡胶树桥木 突然朝着停车场方向倒了 砸中三辆轿车 这个被压毁的自小客车 挡风玻璃还有车头多数损 现场也赶快出动人力 把这个树聚光清零 南亨公路通车涌进了大批人潮和车潮 不过也传出不少的观光乱象 像是有民众没有公德心 路上随便丢垃圾 还有重机骑士 走到了部落综合运动场旁的墙面来便秘 让在地人非常头痛